欢迎大家今天晚上来到我们Capanova这个平台 我相信大家已经很了解Capanova Capanova stands for Chinese American Parents Association of Northern Virginia 中文是北贵华语家长协会 我们今天特别有幸请到了赵淑美女士 我们大家都叫她美姐 因为她真的是华府一姐 她不光光是种植方面的庄家 还是养生健身方面的专家 我先介绍一下美姐 她是生活在大华府的园艺爱好者 具有20多年的园艺种植经验 酷爱有机种植以及养生和健身 毕业于国内的医学院 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十余年 她在日本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2002年来到美国 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也就是NIH 接受了三年的博士后培训 至今工作在医学研究院 赵淑美将医学临床和科研技术的理念 巧妙地运用在植物的生长繁殖价件 以及医学养生和健身中 她愿意把自己的种植心得 以及园艺生活分享给热爱生活 喜欢种植的朋友们 她今天主要的讲座的内容是 平愿种植 夏季育苗 好了 Without any further ado I'm going to give the stage to美姐 Hello 大家好 我知道很多人都见过 就是在我们有 我有个种植穷 还有就是在YouTube上 我经常的做视频呢 都露出面 大家都能见到过 我首先呢 今天要感谢语言对我的介绍 还有一个就是非常感谢 北维州华裔家长协会 在这里我首先感谢 每一位今天上入伍的朋友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现在呢 就把这个screen shell一下 今天呢就是 我们讲庭院种植 主要是冲击疫苗 一年之举再一冲 就是你要有一个种 就是植物有好的收获 首先呢要有一个 现状的苗 所以这个疫苗呢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今天的内容挺多的 我串了下将近一个小时 就是我呢就觉得这样的 我要把我讲的东西呢 尽量在今天呢 能给大家都是教导完 大家有任何问题啊 就是你们就注意听就行了 就是把自己的问题写下来 那么写的菜了 到时候有时间 我们免点时间可以回答 你要是说没时间呢 大家就可以到YouTube网页上 打华府美元 我一共做了318期视频 大家就到你的相关问题 比如说我有这个秋葵育苗的问题 你就把你的问题写的秋葵育苗 秋葵视频下方有说明栏 你就写的里头 那么即使说你的问题 在我的这里面 找不着相关的视频 你在任何视频下方都可以留言 我不会超过24小时 我都会回答的 大家放心 所以你今天把追理集中 不要光想的去提问题 不要风扇太多的记忆力 今天的内容呢就是这四点 我相信呢 大多数从种菜开始都觉得 投入太多收入太少 大家看看我这个豆角 这个豆角底下 你看豆角根底下就是一个花盘 我再切掉一部分 把这个花盘做的地上放一些土 你看这旁边都是乱七八糟的土 我没有用地 你就用很少的土用点地 你要把架子搭上去 你看看这个豆角能接很多 就是这是九粒白啊 就叫白不老 就是说我想就鼓动鼓励一下大家 就不要想着 哎哟买一大堆的土 买很多frame 就做像一想的 这个投资这么多 第一年不会种 苗子也死了 中间有很多问题 就放弃了 大家一定要坚持这个种植的信念 这个种植的益处太多了 我在网上找了一些 这有几篇文章 我本来今天没有时间给大家讲 就是养花种菜能够促进新生健康 这个就是减少这个抑郁焦虑 还有这个预防心血管疾病 预防癌症 还有就是增加你的肌肉 就是有研究呢 这里边有文章 就是说他们做了400例 这个妇女做运动 就不同的骑自行车呀 爬山 还有这个庭院种植 最后我就发现 综合各方面的因素 庭院种植是一项最好的 有氧加副动运动 还有就是可以减少压力豪尔门 大家都有感觉 你到出货的时候 你拿着小筐子 五颜六色的栽一筐子 那心情呢 那种喜悦的心情呢 只有你种植的人才能体验到 还有一个就是 大家看我已经60岁了 这是我刚刚做的检查 我的这个血脂的情况 一会儿可以有时间 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情况都非常好 那医生就说了 我这个30岁的人 也没有我这个这么好的水平 你出去以后 种地一个段链 晒太阳 减少骨质疏松 还有就是你缓解你这个压力 这个压力豪尔门增加以后 可以导致很多的疾病 所以呢 我今天的就是目的 让动员大家 就把菜种起来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种地的时候呢 大家就是一定要把这个 该露的地方要露出来 这个呢 你看我种菜的时候 你看我这个皮肤晒得黑油黑油的 我是穿的短裤 就是说 大家知道这个维生素D3 对于这个骨的代谢呢 不光是骨的代谢 维生素D3的作用太多了 那么其中重要一点呢 它是这个骨的 就是钙的搬运工 就是你补很多钙 但是你没有这个搬运工 把这个钙搬到 你生机所需要的地方 你还是白打 所以呢 我们要晒太阳 为什么晒太阳呢 就是体内的维生素 这个D3吧 尤其是活性的 80%到90% 都是通过阳光照射皮肤 皮肤上 皮肤下有这个 胆固虫脂肪 通过这个泽外线的UVB照射以后呢 转化成活性的D3 那么你从食物中 吃进去的啊 你只能吸收10%到20% 大的部分要晒太阳 所以大家呢 种地呢 出去以后 尽量的要暴露 但是呢 你看我的这个手和脖子 我都围起来 大家都说 这个手是女人 女人第二张脸 我觉得脖子也一样 但是脸上呢 你要抹这个防晒霜 身上不能抹 SPF30以上的 基本上把紫外线都能够 都阻挡了 但是呢 就是看我的脸吧 看我这个年龄 大家根本不相信 我是种地的 就是我知道怎么去保护 还有一个我自己做面膜 视频的后边呢 大家感兴趣 爱美的姐妹们 可以稍微晚回一点 我可以介绍一些 我的经验啊 就是说还要锻炼身体 你看这个肌肉啊 这个肌肉呢 它不光是一个支持运动系统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内蜂蜜系统 尤其是我们这个 胰岛素的再血 这个激少症以后 引起的这个 带血性疾病非常严重 大家一定要锻炼 一定要练肌肉 最主要一点 你看 一定要戴墨镜 为什么要戴墨镜呢 大家先往下看看 这有个视频 给大家放一下 我 这张图片呢 是一个眼球 这部分呢 是我们的角膜 角膜呢 是紫外线 进入眼球的第一道防线 但是它的防护能力 是有限的 当紫外线 穿透角膜 到达筋状体 便会被筋体蛋白吸收 从而产生自由基 并对筋体细胞造成破坏 导致筋体蛋白发生变化 长期的作用呢 会导致白蜜胀 紫外线中的UVA 它可以呢 到达我们眼底的视网膜 对视网膜产生一个 破坏性的作用 长期的强光照射 会导致视明 以及眼部的其他疾病 当你做户外运动的时候呢 尤其在强光下 一定要戴墨镜 让那个墨镜呢 把这个紫外线的 这个光呢 全部阻挡 不要对眼球产生损害 所以大家种地的时候呢 一定要记着戴墨镜 不好意思 我插了一点 我觉得这一点 比我们疫苗更重要 大家出去呢 一定要戴墨镜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有一些新手 种植了 有很多故隶 今天在我的群里面 就有一个朋友 我看到他买了 挺贵的买了一些 就是金属的frame 买了几十袋子土 就准备开始种地 我建议大家啊 尤其是新手 因为你对这个 植物不太熟悉的时候呢 你先慢慢来 先不要有什么投资 找些旧的花盆 把这个盆底切掉 然后呢 把这个盆做的地上 做的地上呢 你里面 盆里面放土 这个放土 放很有限的土 然后你开始种 那么种的过程中 一边种一边学习 对植物了解多了 有了信心呢 你慢慢再往大扩 那么再往大扩的话呢 你也要考虑 这个经济投入 你看我到现在为止 除了这个 绿叶蔬菜 基本上菜都在 无底花盆种的 它那个 特别省土 省水 省肥料 还有一几个 大家看我这菜园子旁边呢 这都是 周围放了很多 大花盆 这个花盆 都是堆肥盆 这个棚里面呢 我放了一些东西 一会儿给大家看看 我今天和我们村里面 还有一个朋友讲的 就是他的菜地里面的 现在有很多疾病 那我后来我就发现了 你买来的土 然后呢 还买来的compost 其实你大家都知道 compost就是 你这个草地收的草 然后呢 就是一些的腐烂的 这个树叶子 树枝收齿了以后 它们打碎以后 做的这个 做的肥料 这里面很多的病菌 而且很多company company呢 帮你们家来处理草 它都要放除草剂 所以呢 后来呢 我自己就 就基本上不买土 我自己来做土 做肥料 你看我这个大花盆里 我底下放树叶子 然后呢 家里面水池子旁边 放一个小桶 瓜果 蔬菜 果皮 都放进去 随随放进去 但是炒的菜呀 肉类的 汤类的 不要往里放 那这个大桶 积满了一会儿 我们就做堆肥 还有经常 我到这个亚洲超市里面 找一些那个鱼的内脏 这个鱼的内脏 倒上去 上面放一层 大家能看到 我的鼠标吗 能看到 就是这个鱼的内脏上面 你放一层咖啡渣 到那个starbuck 或哪个咖啡店 要几桶咖啡 到咖啡渣以后呢 这动物基本上 根本就 你就完全可以放心了 但是我这个大花盆 在这个封闭的 这个小 小小小饭子里头 所以没有动物的问题 那么上面呢 我放种植土 这个大盆子呢 就是这个土呢 我加一些生土啊 中间呢 都加一些生土 就是你养花 就是种树啊 挖的地里面 那个土 我们这边都是黄色的 黏椒 椒泥土 把这个土呢 在中间里的插进去 那么到这 到了这个 上面种这个 绿叶短根的蔬菜 到半年一年 这盆土 这盆这个肥料呢 就腐熟的特别好 你不但有各种的 营养成分 还有而且有土 你也不用去买土 不会把一些很痛 都疾病带进来 这就叫 种菜堆肥两不误 这个呢 我让大家看一下吧 看一下就是 我呢就是目的 还要就是让大家呢 都要把菜种起来 这个呢就是 我买了一个 小孩游泳棚 花了八美金 我主要呢 用它来 准备一些花草的种植 还有呢 就是准备种植土 那么用的时间久了呢 铁锹或者铲子呢 就把喷顶给省坏了 我没把这个喷丢弃 而是用它来做种植床 同一年的十月底 我将菠菜种子撒在盆里 这是二月初寒冬腊月 我穿着滑雪衫呢 采摆菠菜 经过霜冻的蔬菜呢 特别的甜 菠菜呢 稀冷 但是它不耐热 天一热呢 就会抽苔 只是到了五六中期呢 我把菠菜拔掉以后呢 中间移栽了空心菜 沿着棚边的外粥呢 我种了几颗小香瓜 两个多月后 香瓜沿着瓜藤爬满了菜园 这种香瓜在美国的超市 从来没有见到过 只有亲手种植 才能吃到这么香甜的香瓜 香瓜收获后 我又在盆的外园 移栽了新里美 新里美的小苗 提前一个月我就开始了育鸟 小苗移栽后一个月 新里美就上了餐桌 极大程度的缩短了植物在盆里的生长时间 移栽新里美的同时呢 我在新里美的旁边又种了一些小白菜 当新里美剥掉后呢 有了充足的光线 这些小白菜呢 很快的就会生长起来 这样呢 就会很好的利用有限的种植面积 这是四周后的小白菜 自己种的有机蔬菜 吃起来非常的放心 八月份自己开始予过冬的蔬菜苗 等到白菜吃完了以后呢 将这些菜苗移到盆里 第二年冲天呢 就可以吃到自己亲手种的西兰花 我就是想给大家看看 就是这个小盆子你利用的好了 这个菜长的过程中 你就要考虑到下部要种什么 就提前要把苗子都育好 就是让它再不停的为你来收获 你看这个辣椒呢 八美金一磅 我自己种这辣椒 我的个头呢 一米六八 你看这个辣椒长两米高 为什么长得这么壮呢 你看这个辣椒 我就放快点 拉快点 这个辣椒切多少 这辣椒 一颗辣椒能收很多 我把它冷冻了 然后做各种辣椒酱 还有这个你看这是我的南瓜羹 这个为什么长重壮呢 就是底肥 所谓的底肥 刚才我用这个大棚凹的这个肥和土 就种的时候呢 就添进去 这个肥料呢 特别的壮 就是肥质特别大 这是各种辣椒酱 我就不看了啊 你看这个辣椒羹 你看我这个辣椒 就跟长的小树一样 这为什么你用化肥呢 就是你这个地越来越贫瘠 你一定要自己要堆肥 要往进 经常的往进 加一些有机土 还有就是我呢 不但喜欢种植 而且喜欢嫁接 你看这是一个杏处上 嫁接的红梅和白梅 今天都开花了 这个梅子还会接果子 这是小枣树 这个枣树呢 枣树呢比较小 那我嫁接上呢 你看这个枣树呢 就可以长这么大 吃起来也很脆 然后呢就是无花果 大家看我很多无花果的视频 这个无花果你可以不去买 就很大的枝子 你修剪的时候呢 用高压繁殖 一下子就可以接出来 接下来很长的一个树 就不让大家看了啊 下面呢就正我们今天的主题啊 主题呢第一个呢就是 种子的快速催芽 就是我的三部曲 烫种 净种和催芽 首先呢我们讲烫种 所谓的烫种顾名思义 就把种子放在热水中浸泡 烫这个种子 烫种我接触呢 也是四五年以前了 以前我根本不敢把这个种子 放到那个五六十度的水里烫 我觉得都要烫死了 就最早呢家里面带来一个 熊猫牌的这个生豆芽鸡子 结果呢就是换了不同的种子 发芽率都不高 那我姐夫就说 说明你把这个开水烧开了以后 稍微放温一点就把这个 就放几分钟就把这个种子给它烫一下 然后泡一泡 我试了一下 真的还不错 然后呢我就上网去查 这个网上的信息确实很多 这个是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这个一个农业的农业大学的风校 我们进去看看啊 它这个网页呢 你看它这个service service里面呢就有 hard water seed treatment 也就是我们讲的烫种 它这个烫种呢就是说 它这个服务呢就是对这个种子公司 还有大的农场 要把种子寄过去 它给你做这个烫种的处理 然后呢它这个网页上也有这个烫种 不同的种子烫种的时间 大家感兴趣的可以进去看看 我们就先看看 这个读了一些文章 就是说烫种呢 它有两个目的 一个目的呢就是让种子 快速的发芽 第二个就是消毒 这个种子快速发芽 它的机理就是 种子在高温以下呢 种皮破裂 破裂以后让它种子在 很短的时间让种子吸足它发芽 所需要的水分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高温呢 可以刺激种子里头的酶 让它这激活这个 启动它的发芽这个酶 让它能尽快的发芽 还有就是高温呢 可以把这个种皮 甚至种子之内 种子里头的这一些病种 能够杀死 就是烫种呢 我的方法就是 就是把水烧开了以后呢 弄个小碗 先烫着碗 把水 开水放到碗里 先不要放种子 开水放到碗里 那么让它温度降到55度左右 它烫种子是不同种子的温度 你看它那个网站都不一样 差别不是很大 那么我总结了这几年呢 我就觉得基本上 50到55度的差不多 60度也不会烫坏的 然后呢 就是 你发 到了温度到55度 你把这个种子包好以后 放到水里头 这点呢 我给大家强调这样 大家这个种子标记的时候呢 最好就标上数码 标写的密密麻麻的 因为你种疫苗的时候都是小盒子疫苗吧 你小盒子还要换大盒子 到最后还要换棚 那么在室内开始疫苗 将近三个月的时间 你中途呢 你的记录不好 就会失踪 就是就就把种子到时候就不知道 搞哄响了 那我一般呢 就是把它数字标上 然后把这每个数字是什么东西 写的计算机做个表格 什么时候开始育苗的 什么时候开始移栽的 这个就是一系列就跟踪下来了 嗯 下面呢 就是烫种 我们刚刚把这个种子包好了以后 放到这个55的水里面 那么室温呢 让它降到40度左右 就是你手进去感到热 但不是很烫的时候呢 把这个种子再装到 塑料袋装到保温杯里头 嗯 然后呢 第三 保温杯里面呢 就是时间 一会儿给你看 就是不同的种子 时间不一样 一般切果类的呢 基本上我都放8小时 也就是overnight 然后呢 第三步是催芽 催芽呢 就是把我们刚才烫好 浸泡好的种子 放在这个温暖的地方呢 让它发芽 大约就是30度到32度 那28度35度都差不多都可以 家里要就是WiFi 有温油气啊 暖气片啊 音箱啊 鱼缸都可以 还有人放流温箱 烤箱里头 把灯打开也蛮不错 那么现在最多用的就是 植物催芽用的这个 疫苗用的电热毯 这个温度可以控制 这项都可以的 嗯 不是说每个种子都需要 刚才的三步去 你像这个是窝松的种子 像这些绿叶耐寒的蔬菜呢 你根本就不需要这些处理 这个窝松呢 我就基本上是温水泡泡 就种在这个湿土 湿土里边 发芽率也非常高的 我们呢就是 给大家以这个辣椒为例呢 就是串一下啊 你把你放着55度的水烫 烫了以后 放进去以后 大约10分钟呢 它就降到这个40度左右 然后呢 装到烧热袋里头 浸泡8小时 然后呢 放到温暖的地方催芽 那辣椒催芽呢 基本上你刚刚看 我就24小时都有开始出芽的 那么48小时出的比较多 到了72小时 4872小时 基本上都出了 那我看看这个啊 通过快速催芽育苗的方法 在元月22号 播种到这些疫苗河里头 今天呢是两周过三天 让我们来一起看看 这些辣椒苗的育苗经过 我今年要育四种辣椒苗 将开水自然将温至55度 然后将种子浸泡在热暑中 当温度降至40度左右 把种子连同一部分水 装入塑料袋 取一个保温性能比较好的保温杯 然后将种子装入保温杯里 辣椒种子在保温杯内浸泡8小时左右 8小时后 取出种子 挤去多余的水分 将种子放置在植物灯上催芽 植物灯的温度大约在30度左右 48小时后 检查出芽情况 通过烫种 浸种 以及催芽 48小时后 三种新鲜辣椒种子的发芽率 达到了100% 将育苗土装入钢盆中 倒入开水 给土壤进行消毒 自然晾凉后 就可以装和使用 这是种植的正确方向 将种植好挖椒的育苗盘 放置在植物灯下 将植物灯调低 使得植物灯与育苗盒表面的距离 保持在4到2英寸之间 24小时后 就可以看到部分的芽点露出土面 这是48小时后的出苗情况 72小时后 全部长出了两片子叶 一周后 两周后 我们把这个 就是快速催芽的前三步 给大家串一下 我们再往下看啊 我的豆角呢 就是直播的 你看这些豆角是六月份采的 我都是每年的清明节 清明节不管天多冷 我都会把豆角直接种进去 还有一个豆角千万不要泡 你看这是 这是4月 这是4月5号是清明节 清明节呢 我就把豆角直接种进去了 豆角也是种的这个 这个花盆里头 它一个就比较省水 还有一个就是 很多朋友反映豆角 还有一些瓜果类的 一些秧呢 过段时间就死了 其实地鼠从这打洞进去以后 把根咬掉 你把这个棚子坐到地下 稍微往下挖一点 这个地鼠就进不去了 这个就是 把这个豆角呢不要泡 直接种 我们快点啊 快点放 这就是五里花盆 把这个切掉做上去 豆角呢种浅一点 时间关系我们就这样啊 就这这听听吧 豆角呢还有很多的垫缝 植物蛋白 那么你泡肿了以后呢 这个蛋白呢容易变性 容易腐烂 所以呢我的豆角呢 从这两年开始呢 我基本上呢 全是直接播种 一种呢就是我去年的 白不老 口感特别的好 产量也非常的高 一个盘里种两颗 这样这种两颗 这种两颗 左右颗种两颗 到时候呢 根据种子的情况 这四颗如果都出苗了 就是一侧呢 留一个壮一点的苗 这个深度呢 有个一厘米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种生了 稍微盖一点就行了 种生了它出不来的话 耗时间长了 它容易发霉 OK我们就这么生 让它稍微拍一拍 这就可以了 种完了 任务还没有完成 我们最后一步呢 要把这个盆子给它盖上 透了花盆 主要保湿 再一个防止动物 把我的种子偷的吃掉 还有就是 大家种完了 一定要检查 如果出了苗以后呢 盆就要摘掉了 要捂上呢 对苗都不太好 到了稻冲寒 在零下的时候呢 我们还可以用这种棚子来保暖 你看我这个豆角呢 就是每年不管天多冷 我清明节那天一定要种的 就是大家讲的清明前后 种瓜点豆 种上以后呢 就上面盖个棚子 然后一个就是动物 不会把它偷吃 再一个保暖 还有一个就是 倒冲汗的时候呢 我们还可以用来保暖 豆角早早就可以吃上 所以就像豆角呀 发生了这种大颗粒 蛋白比较多的 你就直接种 不要去泡种 也不要去 什么叫脆呀 什么的 那个容易腐烂 我看看这个啊 下面就是讲这样 这个土壤的选择 你看这个市面上卖的图 五花八门的很多 OK我常用的呢 就是这个Potting Mix 还有这个Seed Starring 这个呢一包呢 基本上就是七八米金 蛮贵的 前两天看到这个 我们的采烟优势老师的 一个视频啊 采烟老师的视频中呢 他用他买的这个Promix Promix呢 它里面有什么杂质 然后就是一个珍珠岩 还有就是这个 泥炭线 非常干净 Farifax附近 大家可以到Ace去买 一包呢是六十美金 你别看贵 因为它是压缩的 下下来就是一磅一块钱 但是特别值 我们现在就看这个土呢 你买的比较贵 你可以自己来配 我最早是用这个泥炭线 跟这个芝石 芝石呢 它也是一种就是矿物质 它稍微贵一些 因为它呢 里面有些成缝呢 可以据说对这个植物 生长就有帮助 但是它释放比较慢 后来呢 我觉得挺贵的 我也不用了 现在呢 就用这个 大家常用的这个 这两种配方 一个泥炭线 还有一个珍珠岩 一般呢 就是泥炭线用九份 珍珠岩用一份 泥炭线呢 它是一个险类 就是长在这个沼泽地里 它干了腐疏了以后 就是很软的这种 它主要是保持水分 没有什么营养 这个珍珠岩呢 是火山盐 通过预冷了以后呢 形成了一种结晶体 也就算玻璃体 其实它非常的轻 它的主要作用呢 就是让这个植物 种子的根 让它透气 大家要注意 一定要戴口罩 这个珍珠岩呢 粉成 吸到肺里头 非常危险 要自己配土 非常的便宜 那么你还可以去用地里的土 我自己呢 用地里头呢 我做个小筛子啊 我们看一下 这个呢 是堆肥棚底下放的肥料 我们这个时间的关系 就快快走了啊 我把土筛好了以后 就把这个 这是那个bit 就今天我唯一介绍的蔬菜 这个大家一定要种 就把bit种子种上 上面再塞一些土 就快点 再塞一些土 然后呢 把这个土压一压 上面盖个塑料布 这种育苗 也出得很快 很多种子 其实都可以用这种育苗 这样就把地里的土筛一下 这个做来 用来育苗也非常好 还有一个就是 你可以这个地里的土 像我今天的豌豆呢 我根本就没有用盒子去育苗 盆里面的种植土 我也不筛它 就直接种进去 你看这个出压率 也非常高 而且这个很壮实 这到时候直接移栽 就是说 你考虑成本的问题 你可以把地里的土 老农民不可能去买土 去育苗 基本上都在地里 挖点土 直接种上就行了 我在这里呢 一定要给大家 插一点 大家一定要动bit 你看这个bit呢 它的叶子 做汤特别的绿 杆子也能吃 它是皮 不但是皮是紫的 里边也是紫的 它bit含有这个膳食纤维 还有很多维生素以外呢 它含的花青素量非常高 大家知道花青素是抗氧化的一个物质 那我基本上天天都要吃 这也是都 我这个血脂血糖这么正常 可能根植也有关系的 你看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储聪非常好 储聪 你收完以后把这个根的切掉 这个上面毛切掉 洗干净 表皮晾干了以后 用这个wrap给它包上 放冰箱 我现在还有很多缺严重的 还有一个就是 你把它切成条 冻起来 每天打果汁的时候 把它放进去 还有就是新鲜的呢 把它切成丝 放点香菜 放点葱末 放点蒜末 放点小末香油 也非常好吃 刚下来的时候 我每天都要吃小盘 大家一定要种 下面我们讲讲 这个育苗头壤的消毒 为什么要消毒呢 就是我们买来的头呢 它本身就不干净 携带很多真菌病菌和虫卵 尤其是大家最头疼的小黑妃 我们来看看这个小黑妃怎么控制 小黑妃呢 就是长得这样 小黑妃它的繁殖周期特别快 不到30天 它就一个周期 这个成虫交配了以后呢 它7天以后产卵 一个成虫一次产卵300个 这300个卵 只用4到6天呢 就产生幼虫 其实这个小灰飞的成虫 对我们植物没有影响 有影响的就是它的幼虫 这个幼虫呢 在土里面 它会吃你植物的羹 吃一些腐熟的一些腐植物 所以呢 很多人育苗育了以后 长长那个苗子死掉了 其实就是在根部出了问题 我们就要把它的这个生殖量给它断了 一个就是成虫 成虫呢 用这个黄色的棉板 它一般还挺喜欢的 一粘上去就粘死了 还有一个 你可以用苹果醋 加几滴锡 放在这个植物灯下 这个虫子都可以吸引过去 最后把小黑妃这个 可以杜绝了 还有一个就是你用开水烫 找一个钢盘不要用塑料盘 塑料盘一个烫坏了 还有这个塑料烫 高温以后释放一些不好的一些物质 对这个种植的 对种子也 对这个种子对植物也不好 还有就是你找一个大的玻璃棚 可以用这个微波炉 但是味道不太好 我一般都是烫一下 烫了以后 基本上这个 家里面小黑妃 你可以完全杜绝 要负责的话 你预苗从三四五 二三四三个月 在冬天 就是这种潮湿 温暖的气候 你头里面带来的这些细菌 蒸菌充充卵 都会繁殖的 下面呢 我们就讲一下这个 最主要的一点 这个疫苗头长的预防 我们搞一的知道 这个糖尿病有三多亿少 这个疫苗头长的原因呢 我也总结出来三多亿少 三多的就是种的过密 再一个温度过高 有的用的这个 疫苗 那个底下的那个吹停瓣 温度太高了 它也容易引起头长 再一个就是浇水太多 那个一少呢 就是光线不足 你看这是花椰菜 这就是非常明显的 这个头长苗 它种的太密 水太湿 没有光照 我们再往下走 这是头长苗 我们就叫高脚苗 它这个苗子特点呢 静感比较高 但是很细 叶子偏黄 淡绿色的 很薄 那健康的植物呢 它静感比较短 比较粗 叶片比较肥厚 是深绿色的颜色 这个引起头长的原因呢 我们要纠正 预防头长 要知道它的原因 通常呢 就是光照不足 我们要用植物灯来给它补光 那么湿度过高呢 我们浇水呢 就是要见干见湿 一会儿再给它具体 有专门给讲到 这个浇水的问题 温度呢 就是你这个坦白的温度 不要给太高 还有种的密度 一定不能高的 一般用这小盒子 一个盒子 种一粒就可以了 光照不足呢 我们主要是 它没有及时的补光 你像我前面的视频呢 我把种进去以后 就放了 直接放在植物灯下 一般就是发了芽的 这种子种进去 有的就是12小时 24小时就长出来了 我有一次晚上种进去 我们又放 第二天早上 就出来有一冲 就是它长得非常的快 这个种子 它出了芽以后 它就要去找光 你没有光 它以为还在涂 它就实际往上穿 就很短的时间 它就长得比较长 就又细又嫩 就容易引起涂涨 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灯的距离太远 这个补光的时间不足 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的灯 没有选对 这个光照不足呢 没有其实的补光 就是刚才讲的 你把这个种子 种到头里面 直接放在光下 你千万不要放在这个 这个朋友是放在这个烤箱里头 这两天的时间长这么长 这个苗子根本就用不成了 还有这个灯的距离太远 你看这个灯 这个是我朋友寄来的照片 我让它把苗子全能重新育苗 这个呢 就是它也有头长 但是及时的补光 这个苗子都挽救回来了 那我的这个 大家大家看这个苗子特别壮 这是两周的苗子 大家杆子比较粗 比较短 这个叶片特别肥厚 这就是我把这个补光的这几四点呢 我都做到了 植物灯的距离啊 通常呢就是两到四英寸 就是植物越大 我们距离要越高一点 这个苗子比较小呢 离得近一点 离近一点它一个光照比较方便 还有就是灯光呢 给补充一些温度 你像这么大的苗子 你至少也要四英寸吧 但新苗子呢 我就可以用东西垫起来 用盒子垫起来 这样的跟灯管的距离 也就是要英寸 我穿插了一些视频 一个就是让大家直观一下 还有一个就是连续讲话 真的有点累 我中途自己要缓一缓 下面呢就是说 植物补光的时间不足 通常的幼苗期啊 苗子比较小呢 我们要就是放在植物灯下 光照呢需要14到16小时 那在外边的 你外边光线比较强 一般有6个小时就可以了 就是随着幼苗的增长 可以光照时间可以缩短 我有个朋友寄来一个照片 他那个苗子就是明显的头长 叶子都发黄很薄 我说你光照不足 都是没见我照 我24小时开着灯 我说你这个光照时间太长 你要植物休息 我就讲不出来 为什么要植物休息 那人常说呢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这是我的理解 这个星期三 在这个新园丁的种植群 王老师呢 有一个给一个网友的一个恢复 让我这毛色动开 让我这么多年得不到解决的问题 我一下明白了 顺便提一下啊 王老师呢 可以说是美国和加拿大 我知道的里边可以说是number one 他是农业大学的教授 他的视频 我基本上种菜以前我都要看 他的视频做得非常的严谨 非常的认真 特别有参考价值 大家到YouTube里面打进去 王老师种菜都有视频 我们再看看为什么要断光啊 王老师呢 他用显微镜观察了植物叶片中的叶肉细胞 叶肉细胞呢 就光合作用一步 它产物呢 就是一个淀粉 那么他就发现这个早晨的这个淀粉 含量比较多 那么一般就是晚上 光合作用停止了以后呢 这些淀粉才降解 光合作用产生这个淀粉封建以后 供给植物做能量 那么如果说你就不停地给它光照 没有它休息 没有降解的过程 淀粉它成绩多了以后 就形成这个淀粉颗粒 这个淀粉颗粒形成以后呢 就跟我们人体的急速调节 它有复反馈的调节 它淀粉多了 这个植物就告诉这个 就是给它指令 我现在能量很多了 我不需要光合作用了 这样反而会抑止这个光合作用 所以呢我们要给它照光呢 一般呢 王老师讲了五到十小时呢 要断光一到两个小时 让这个植物呢 有休息的时间 让里边的这个聚集的这些淀粉呢 让它清理一下 让第二天呢 才能有更好的光合作用 这点呢 我今天放到我这个slide里 我非常感谢王老师 经常呢给我们大家 给一些非常专业的指导 最后呢就是我们的植物灯的选择不对 像刚才我那朋友那个灯 那个灯的强度根本就不够 这个我最早用的植物灯呢 它是一个蓝光和粉光 红光这个不同的目的 这个光的颜色不太好 那邻居都以为我在种大麻 你晚上灯在开的 后来我就换成这种灯 这个架子呢 它往下上下调呢 比较方便 而且灯这个特别结实 它是日光灯 daylight 它不会 你感觉那么不舒服 这灯稍微贵一些 当然大家呢 就是可以自己买比较便宜一点 这个灯的选择呢 这个原则呢 就是自己的原则 我就不给细说了 刚才看的这个 为什么很多植物灯呢 灯都是有红光和蓝光 蓝光呢 主要是促进的叶和茎的生长 蓝光呢 主要是开花结果 我们选择灯了 还要考虑高效 节能 还要舒适 那么我们在室内三个月 每天要开十几个小时 你这要是不安全 那可能就把这个架子烤着了 那么就是瓦速不能太高 还有就是效率要节能 还有生命要长 这个在Walmart买灯的这个 给大家看灯 我专门跑 我马上来一趟 大家看你种东西的人呢 肯定想的先要到这个卖植物灯的地方 我们来看看啊 这个灯呢 是四费也是LED灯 但是60块钱 大家看看这灯管的颜色呢 是粉色的 因为什么呢 它主要是蓝光和红光 我们再看看卖植物灯转过身来 就是我们卖的普通的灯 就是我们卖的普通的灯 我们要找这个LED灯 现在有三种 我把这三个拿在一起啊 好 给大家一起看一看 OK 我现在把三个灯拿在一起 大家首先来看 这个灯的亮度叫个Lumens 就在这写的三千二 这是五千 这是五千五 就是这个数字越高 Lumens越高 它的亮度越高 我们植物灯呢 就需要这个五千到六千的 三千二也还可以 你看这都是LED 它比较节能 像这个灯呢 一年才是五块四毛钱 选的就是大家要注意 一个要选这个Lumens亮度 亮度高一点比较好 第二个选的就是要选这个 Daylight 就是它的光谱的颜色 我们要用这个Daylight 所以这几款都可以 这些灯呢 拿回去就可以用 这个在Wermart Click链接就可以看到 在买的这个灯 这应该是五千的Lumens 应该五千还是五千五 一定要买那个Lumens 一定要高才能有高效 它这是LED灯 非常节能 温度也不是很高 你买一个灯 然后到Target 或者是五千商店 买一个架子 这个灯呢 就可以调节 就花很少的钱 就可以做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 我们的植物灯架子 下面呢 我们就谈谈这个 正确的浇水和施肥 刚才讲的这个水浇不好 那就是容易引起涂涨 湿度过高 引起涂涨 这个浇水呢 就是我给大家做的 一个示范 就是说你这个水浇了以后 它就颜色变生了 没有浇的事 上面干的是这种浅的 一般呢 我用透明的盒子来先种小苗 因为我种育很多苗嘛 这个架子 这个位置有限 苗子长大了以后 那时候我就换大盆 它光照不需要那么长时间 我可以放到窗台底下 就是比较省地方 我刚开始动用这小盒子 这小盒子一个特点呢 就是它可以看到透明 一般就是浇水呢 上三分之一干了以后 再浇水 这样呢 就是让植物 它有一个呼吸 有更好的呼吸 还有表面干了以后 就是一些病状 它容易 没有水 它就容易死掉 还有一个就是 浇水一定要泡盆 我们有视频看一下啊 就是找一个托盘 把水倒到托盘里头 然后呢 你把你的育苗盒放进去 大约十几分钟以后 你看颜色变成这样的 就是浇透了 为什么要用这个 我们叫泡盆呢 种花的人叫泡盆呢 就是说让水从底下往上走 一个就是浇水的过程中 把这个土里面的东西呢 建到植物上不太好 还有就是你有时候浇水 表面上看着是浇了 但是这个水呢 顺着盒子从底下的眼就流出来了 其实根还没有浇上 这样的话就避免这个根 由于缺水干的要死掉了 所以浇水呢 大家一定要一定要用这种套盘 我们现在看施肥啊 这个施肥呢 就是一般的种子 你看我们无论自己配土 还是你买的土 它里边的肥料非常少 因为这个种子发芽以后 特别的焦嫩 有肥料就容易烧死 本身的种子 你看这个紫月里面带的 这个能量 这些电缝也蛋白了 它就供应种子来萌发 需要的能量 但是这个种子呢 往大长的过程中 它这个能量消耗的越来越多 而且苗子长大的 需要的能量越来越多 这时候呢 你就要施肥 你要是不施肥 这个苗子是长不大的 施肥呢 一般呢 我就给这个 all purpose plant food costal卖的非常便宜 大家可以买一点 里边的成缝呢 你打进去网页上可以找到 这个施肥呢 也是要用泡盘 这个呢 就是量用的很少 你看我这一身的水 就放在后面一小勺 施肥也是用泡盘 就把这个肥料呢 放到小盒子里 然后呢 就把这个苗子放进去 这点呢 我要给大家强调一下 土要是太干了 不要直接去施肥 因为你土干了以后呢 植物就已经受到一个打击 你再给它浇水 它shark太厉害了 一般要是土干了 我先浇点水 再给它泡这个肥料 施肥呢 基本上你一个星期 有时候两个星期 给它泡一下 你看这个都很健壮的 这这个苗子非常健康的 现在几点了 已经一个小时了 今天该讲的东西 我基本上一个小时 给大家串完了 我在啰嗦两句啊 就是说我们 这个年龄了 一个就是吃着健康 还有一个就是大家 就是你饮食呢 现在就是 从日常的点点滴滴 就要开始注意了 我们看一张图片啊 你拿到的学纸报告单呢 你主要 甘油三纸 甘油三纸呢 就是加拿大和中国 用的是摩尔嘛 浩摩尔 美国用的是毫克每分升 就是每100毫升 你看正常值小于150 我只有67 还有第二个你看什么 就是总的胆固虫 跟这个高密度脂蛋白的比是多少 这个比值越低越好 正常小于5 我呢只有2.3 我总胆固虫呢 就是不到200 但是呢 我的高密度脂蛋白很高 正常呢 是女性呢 其实大于40呢 我到了84 是正常了两倍 就说明我的这个血管的 斑块严正的可能性非常小 就是心血管的保护能力比较强 我先退出来啊 就是除了种植呢 我呢 为了帮助更多的朋友呢 我又开了一个视频 就是美姐花健康 健康的频道 放了 比如说 我到现在我没有染过头发 那么我这个头发也是自己 有自己的方法去护理头发 皮肤呢 自己做面膜 我从来不去买最贵重的化妆品 因为我本身是学医的 我相信里面呢 有加了激素 那么就是没有加 你现在看着你的皮肤很嫩 但是上了年龄以后呢 我相信我的皮肤一定会比他们好的 就是我有很多的这个 你不是说我们炒菜用什么油 这个菜怎么炒 维生素破坏的比较少 吃什么菜 还有这个蛋白 这个营养非常重要 你要皮肤好 你光从外边给的土没有用 你要从内生的这个 从内部这个营养来供给它 主要我们现在就是蛋白不够 你蛋白质每天 每公斤体重要吃够一克的 你60公斤体重要吃60克 这60克的蛋白质怎么吃 那我会逐渐的给大家 在我这个视频里分享 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到YouTube里面打 美姐化健康 就能进到我这个频道里头 这是我自己做这个面膜 这个今天不给大家看 爱美的朋友呢 我们可以到视频里看看 我自己买的这种面膜纸 把这个面膜护上去 一个星期做一次 效果是蛮好的 非常非常便宜 而且比较健康 不好意思 今天耽误大家时间啊 我们Chat里面有问题的朋友呢 就可以到我这个 YouTube视频里面 把留言留下来 我会全部都回答问题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 还有一个 我还有一个种植穷 华府梅园 还有一个养生健身的穷 想尽穷的呢 就是可以在这个 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我想办法把你拉进来 不好意思 就这么多了啊 谢谢 谢谢美姐 那个真的非常非常好 不好意思 耽误大家很多的时间 哪里哪里 那个我们真应该多请你来 然后把这个更多的这个话题都介绍一下 我就是想跟大家说哈 就是美姐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准备今天的讲座 有什么需求的 他尽量就是像刚才美姐说的 去他的网页 然后给他留问题 他会一一作答 我们将来呢 还会请美姐回来 让她做这个健身和养生方面的介绍 今天呢 就是我在跟那个美姐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呢 我就想 我就觉得 真的咱们现在很多家长很 就是都活得太辛苦了 那个节奏都太快了 我们学一段美姐的生活方式 把自己的这个怎么讲呢 就是节奏调慢一点 然后尽量去享受阳光自然和这个健身的快乐 我们会将来继续请美姐回到我们平台 然后做讲座 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感谢每一位上座目的朋友啊 今天先这样 好的 谢谢大家 那就这样了 晚安 谢谢 感谢感谢 晚安 祝大家周末愉快 晚安